一般人看到毒蛇必知唯恐不及 但英国这名男子从小喜爱毒蛇 长到后竟然开始养毒蛇取毒液 甚至把蛇毒注射到自己体内 他自称这样做能增强免疫系统 还能返老返童 你看他虽然年过半百 样貌却像年轻人 最令人惊奇的是 医师从他的骨髓中研发出一种 由人体产生的蛇毒血清 史上唯一 张开血盆大口向弓般飞快弹出 毒蛇攻击最致命的是毒液 不论大型眼镜王蛇 或是纤细的黑曼巴蛇 只要一口毒液足以让二十人丧命 但偏偏有人就爱御蛇为伍 我真的以为毒蛇与独的爱情 尤其是蛇 英国男子卢温从小对蛇深深着迷 长大后不仅养蛇当宠物 更把他们的致命毒液 视为强健体魄的秘密东西 来 看这个 这是一个不愿意的蛇 放松 先是小尾蛇再来轻竹丝 不够毒的卢温可看不上眼 透过玻璃杯塑胶膜 采集一口一口的毒液 到底做什么用 感觉像吸引了附加糖醬汁 搅拌它 它就热了 毒液滴在手臂上就像玩命 皮肤立刻红肿灼热 更夸张的是 卢温接着用针头穿刺 让毒液进入体内 我已经学习在前四年 做得正确的工作 从手臂或从小腿 注射致命蛇毒 这是卢温自创的 以毒攻毒强生法 它自称注射蛇毒 强化免疫系统后 已经二十年 没有生病感冒过 而且还能内外兼修 看着照片 民众一面倒认为 卢温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 但是事实上 他年过半百 已经五十一岁 蛇毒成了他的私房秘方 就因为小时候 身旁有行 我父亲把我去 出发后在心中逐渐对蛇毒产生向往 但成年后他和朋友们 组成摇滚乐团 出道成为艺人 跟毒蛇迷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没有那种医学的背景 我甚至没有美国高兴的教育 学的是音乐 对消毒 注射完全一窍不通 但就在二十四岁那年 卢温还是冒险尝试 注射蛇毒 但这样充满危险性的动作 曾经一次失手 让他差点没命 过量的蛇毒 让卢温的手肿成三倍大 之后甚至开始发黑 心跳不停加速 一度昏厥 被紧急送进加护病房 当医师得知他受伤原因 实在吓坏了 医生医学们就来 他在叫他 他说你疯狂 你不能这样 经过三周抢救 索性卢温保住手和性命 但他并没有停止 这样的疯狂行径 后来他成为医学研究的 特殊个案 世界各国的研究团队 希望找出他能够 以毒攻毒的神秘解答 他肋脂肪 他的肌脂肪 他肌脂肪 他肌脂肪 不是只有100% 但只有110% 他的肌脂肪 是好处处 成为医学 成为未来的医生 医师后来 从罗文的骨髓中 取出抗体 研发出史上第一个 由人体产生的 抗蛇毒血清 渴望帮助更多 中毒伤患 冒着生命危险 靠着对毒蛇的热爱 让当时那位 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 在毒物医学界 意外爆红